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册的第46个重点句 这就是第九课第53页的第一行 请看这句话 Alfred the Great acted as his own spy visiting Danish camps disguised as a minstrel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句话的语法结构 语法成分 那么前面这个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阿尔弗利德大帝亲自充当自己的间谍 然后后面这个黄颜色的成分 由visiting构成的是一个长长的非位语动词 做状语来修饰主剧中的Fs这个位语 然后这个visiting danger camp disguised as a minstrel 大家发现画横线的起体字 其实是整个的非位语动词内部 一个内层的非位语动词 就是被装判了成了银游歌手的模样 到了丹麦人的军营里面去了 我们发现这个disguised as a minstrel 是内层的非位语动词 修饰前面非位语中的动词visit 怎么去的呢 方式状语是装扮成了一个银游歌手的模样 这个minstrel呢 我们当场是知道古代走街卖唱的银游歌手就好了 好 首先我们看看这里边呢 一个词叫Alfred the Great 什么时候在名字后面可以加the Great呢 很简单 一般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功显赫的 功劳显著的一些帝王 才有资格在名字后面加大帝 加the Great翻译成某某大帝 像康熙大帝像什么乾隆大帝 是这么来用 叫一般的君主后面可能还没有这么一个资格 本文中阿尔弗洛德是著名的历史上著名人物 是英国公认的第一位国王 所以叫阿尔弗洛德大帝 我们看好多好多都有这么一个特征 就是历史人名 后面加上他的称谓 或者是加上他的绰号外号等等 这是固定用法 注意把他称谓和外号放在人物的后面 放在人物的名字后面 咱们看一些例子 除了他之外还有好多大帝 比如著名的彼得大帝 叫Peter the Great 这个字要大写 注意 再比如说比较有名系的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也是大帝 还有什么呢 像什么凯撒大帝 Cesar the Great 也可以这么说 那还有女的呢 像著名的凯撒林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都可以表示某一位大帝 我们再看 再比如说 还有后面不一定是大帝 跟他的一些绰号也行 比如说Richard Linehart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 非常勇敢的 叫狮心王查理 心像狮子一样勇猛 狮心王查理 也是在名字后面加绰号 注意第一个字怎么大写 L要大写的 再比如说乔治五世 第几世也是放在名字后面 George the Fifth 就这么来说 还有呢像著名的征服者威廉 也是英国历史上有名气的 这个皇帝叫William the Conqueror William the Conqueror 表示征服者威廉 这是一些有趣的 类似用法 这是一个固定称谓 历史人名 我们加他称谓败好 那么他说 阿尔弗勒的大帝 亲自充当自己的间谍 哎 大家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 Act S 这个是多意义的动词单语 咱们的使用时注意 两个场合都可以用 阅读中碰到 也要知道可能有两个含义 哪两个含义呢 第一个是本文中的 叫担任某个工作 而且特别强调是临时的 临时担任某个工作 就我本职工作不是干这个的 我是临时充当这个身份 临时担任某个工作 来咱们看一个例子 My brother speaks French He can act as interpreter 我说我的哥哥和我的兄弟 他会说法语 他可以担任我们的口译员 当我们的翻译 Act as interpreter 担任翻译 这个说明我的哥哥本职工作 不是一个翻译 但是他懂外语 可以现在充当我们的翻译 临时担任某个工作 本文中也一样 本文中阿尔弗勒德大帝 本职工作是当国王的 处理国家大事 但在这儿呢 临时充当了自己的间谍 也是这么一个用法 就临时担任某个工作 那么Act as如果 它的主语不是人 而是一个事物呢 这个意思咱们以前讲过 可以翻译成 当做什么什么东西来使用 当做什么的用途来用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他可以把它替换成 Be used as service 或者function as 这是老字的复习了 就翻译成 当做什么什么东西来使用 当做某种用途来使用 咱们复习下第七课 就是41页的第一行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 叫not all sounds made by animals service language 并非所有动物发出的声音 都是当做语言来使用的 这个service在这里边 可以把它换成act as 是一样的 当做什么东西来使用 怎么判断呢 就看他注意是人还是事物 就好了 是人的话 翻译成担任某个职务 临时性的 是事物呢 当做某个用途来使用 就好了 然后看后面那个 非卫语动词 就visiting Danish camp this guy as a minstrel 整个呢 是一个现在分词短语 当非卫语动词修饰 主句卫语动词act as 这个卫语 但是里边呢 又出现另外一个非卫语动词 就是剧末的这个 this guy as a minstrel 咱们讲过了 这是那一层的 非卫语动词 过去分词短语 它来修饰 中心非卫语动词里面的 动词visit 怎么到单半英俊里面去的呢 是装扮成了一个引诱歌手 装扮成 这是方式装语的 那为什么在这用被动呢 因为disguise这个词 是奇无动词 它的搭配会决定 它是主动还是被动 它的搭配是disguise a sb叫它把a装扮成b 把a装扮成b 所以本文中是被装扮成 引游歌手模样之后 到达了单美人的群影里面去 所以这个得用被动 我们看一个主动的意思 主动的就是嘉宾语了 the king disguised himself as a peasant 这位国王呢 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农民的模样 把a装扮成b 本文中是被装扮 所以直接用过去分词就好了 咱们在写作中呢 不妨也可以用 disguised as这个过去分词短语 当方式壮语 装扮成什么模样之后 做了某事 这个也行 你比如说咱说一个句子 我说呢 他把自己装扮成牧师 越过国境线跑了 他把自己装扮成牧师 越过国境线跑了 我们知道在英语中 主要的信息 往往给卫语动词 次要的可以留给状语 就是非卫语 独立指纹 状语从语等等等等 在这儿我想突出 他越过国境线逃跑了 而怎么跑的是一个方式状语 次要内容 装扮成了一个牧师 那么中期卫语动词就留给逃跑 越过国境线逃跑 对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he escaped across the border disguised as a priest 大家看到了吗 前面那个escape across the border 是整个的这个句子主观结构 怎么好去的呢 方式状语是disguised as a priest 就是被装扮成了一个牧师的模样 因为disguide表示 把某人装扮成什么模样 这个用非卫动词 用过去分词就好了 我们在写作中也可以尝试 装扮成什么模样 做什么事 disguised as 用非卫就好了 但是呢 那装扮成我们回忆一下 在心肯定三侧讲过一个 跟他有点类似的一个结构 也是表示装扮成 这个搭配叫什么呢 dress up as 装扮成打扮成 这个时候第一个dress呢 可以是急误 也可以是不急误 如果是不急误动词 直接去掉宾语 直接用dress up as 就是主语本身装扮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如果是急误动词dress summed up 就是把宾语装扮成了什么模样 没有宾语 是主语本身打扮成什么模样 有宾语是把这个宾语本身 定义装扮成什么模样 所以急误不去都可以 这个搭配更灵活一些 咱们看一看例子 比如说还是说刚才那句话 国王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农民的模样 那么这个后面的himself 这个反承代词就不一定加了 如果我加上反承代词 就是急误动词 国王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农民 如果没有反承代词 就国王自己主动的装扮成一个农民的模样 加不像反承代词效果一样 因为他急误也行 不急误也可以 那么他当非为动词的时候 一般也是用过去分词常见一些 就是用急误动词的用法 被装扮成 就是dressed up as 被装扮成 这类似于咱们刚才用的disguised as 装扮成什么模样 在剧中当装语来 本文中就可以相应的这么改一下 把本文中disguised as 换成dressed up as 你看 Alfred the great acted as his own spy visiting dangerous camps dressed up as a minstrel 装扮成了一个吟游歌手 刺探到了丹麦人的群里面去 这么改也行 那我们再看一看三册第四十课 真假难辨一课中 这个dressed up as 是急误还是不急误 是卫语还是非卫语 你看这三册的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需要咱们自己判断 这个里面这个dressed up 黄颜色的是卫语还是非卫语 这个dressed是急误还是不急误 咱们看这句子说 当最近呢 有一个学生看到 两个工人在使用风钻开凿路面 在哪呢 在大学外面开凿路面的时候 这个numeric drill 就是注入工人常用的巨型的钻头 咚咚咚咚咚 开凿路面这个风钻 这个numeric表示用压缩空气 当动力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知道就行了 他呢 立刻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并且通知警方 通知他们说 有两个学生 注意后面 dressed up as workman 单单看到这 咱们无法判断是急误还是不急误 如果到这就完了 我们看好像是不急误动词 就是主语本身装扮成了工人模样 但是往后看就变了 为什么呢 or tearing up the road with the numeric drill 正用风钻来开凿路面 这个tear up 就是要买滚道之前 把路面挖开 开凿的意思 那么看到这个or tearing up the road 肯定是位语动词了 为什么呢 这都出现or必动词加doing了 过去进行时的嘛 肯定是位语动词了 那么就判断前面这个dressed up as workman 它不可能是位语动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位语动词 能不加连词碰到一块去吗 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动词不是位语 不就是非位语吗 说明这里面这个dressed up as 这个dressed 是个非位动词过去分词 是被装捧成了工人模样的两个学生 说明在这依然是非位语动词 这是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在这当然是急误的 因为它是用被动嘛 被装扮成了什么模样 对吧 然后呢 正在用风钻开凿路面 本文中这个dressed up as 我们看依然可以换成我们在第九课中的disguised as workman 是完全一样 装扮成打扮成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 这个句子中呢 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些称谓 在人名后面可以加它的一些称号啊 一些外号 一些绰号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act as 在人和事物做主义的时候 不同的含义 不同的表达 写作中要注意 另外一个呢 就什么刚刚说过的这个装扮成disguise和dress up 我们都可以加s 但用法可能略有差别 disguise呢 只能是急误 dress呢 急误不急误都可以 但是当非为动词的时候 这两个词会一般都是能用过去分词 当状语来用 就装扮成什么模样 这个状态 指人的这个情态 往往在句中当方式状语 好 这句话重点跟老师就学习到这里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册的第四十七个重点句 这就是第九课 第五十三页的第二行 请看这句话 They were not fighting men and their harp was their passport 他们并不是作战人员 并且他们的竖琴就是他们的通行证 当然这个passport 在英式发言读中passport 在当代社会怎么翻译成护照 但是古代呢 没有护照这么一说 所以权宜的翻译成通行证就好了 大家发现这个句中 作者明显的用了一个比喻 他说他们的竖琴呢 就是通行证 看到竖琴 那么一般当兵的不会拦阻 都会让他们过去 这是为什么他选择 当淫游歌手这么一个身份 便于混入军营 这个比喻呢 它没有出现任何的比喻词 像什么like呀 什么as 像什么什么那样 而直接把本体预体 说成了一回事 他们的竖琴就是通行证 这种比喻的形式 一般翻译成暗语 在英语中叫metaphor 暗语 就是没有出现比喻词 直接把本体说成了预体了 但本文中这个暗语呢 是暗语中的一个类型 为什么呢 它直接把预体是什么 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本文中预体就是通行证 本体就是竖琴 竖琴就是通行证 这种暗语的修设方法 咱们起个名字 叫预体直尘式 顾名思义 就是直接把预体陈述出来了 没有任何掩盖和隐藏 对吧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college is a comma of a sentence of life 翻译成大学 就是人生长剧中的一个逗号 把大学直接说成 就是剧中的一个逗号 那么本体预体一目了然 预体直接说出来了 这是预体直尘式 这个寓意深刻印象突出 对吧 再比如说 she was an angel of a wife 她简直就是一个天使一样的老婆 她这个老婆就跟天使是完全一样的 直接说这个老婆就是个天使 说天使就是这个老婆 预体是天使 angel说得非常清晰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比喻词 这也是暗语预体直尘式 但是预体直尘式 指着暗语修词中 一种常见的种类之一 我们还有另外一些暗语的形式 比方说 还有一种形式叫预体全引式 什么叫预体全引式呢 就是把预体完全给藏起来了 我们需要上小文的语境 才能推测出 做着把本体比喻成了是什么 但是预体本身 没有明显的直白的告诉你 那我们看看预体全引式的修词 在星期四中也会出现 比方说咱们看一下这个第十课 59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咱们看这个预体是什么 咱们自己判断 就是59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第十课中 看这句话 As the time and cost of making a chip drop to a few days and few hundred dollars engineers may soon be afraid to let their imagination soar without being penalized by expensive failures 因为制造一块芯片 它的时间和成本 已经下降到了几天和几百美元了 那么工程师们呢 很快就可自由地让自己的想象力在翱翔 而不会因为昂贵的失败 而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了 就万一失败的话 只不过是几百块钱 几天的时间成本不高 你看让自己想象力在飞翔 sore叫鸟儿在空中飞翔翔 它把想象力比喻成什么呢 想象力好比飞鸟一样在天上飞翔 但是鸟儿birth这个词根本没有出现 而出现的是鸟的特征飞翔 这也是一个暗喻 但是读者能够推断出 比喻的预体是什么 这就是预体全饮式的暗喻 预体这个词本身完全没有出现 它出现的预体的一个特征 让读者推测比喻的是什么 也特别有一番韵味在里面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培根爵士在论读书中 这个著名的名句 咱们看它比喻成什么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有一些树应该浅尝即可 其他树应该葫芦吞下 只有少数树应该咀嚼和消化 你看这三个句子并列 在后面几个句子中 那个位语动词are都被去掉了 others are to be 而没了 some few are to be 而没了 be 动词加todo 这里表示其中的一个意思 是表示应该的意思 你看他说有些树应该什么品尝啊 咀嚼啊消化啊什么什么吞咽的等等 这是把树比喻成什么呢 把树比喻成了食物 food 树是精神食量吧 但是 food 食物这个词根本没有出现 但读者明明白白的知道作者比喻的预体是什么 这是预体全饮式的 预体全饮式就是 咱们看也特别有这个韵味感觉在里面 对不对 还有一种 这种更巧妙 更奇怪的可以说 叫预体扮饮式的暗喻 预体扮饮式 什么叫预体扮饮式呢 作者也把一个本体比喻成了一个预体 但这个预体它没有用名词形式出现 而用一个动词形式出现 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名词动用 这样一个东西来 所以若隐若现 你说没有出现吧 也出现了 你说出现了吗 它是个动词不是名词 这就是预体扮饮式的这个暗喻 它类似于咱们名词动用的用法 怎么叫预体扮饮式 咱们这么说费劲 咱们同学例子来看看 从每一个窗子里面都探出头来 想看看这个事 你看每一个窗子里面脑袋都探出来 想看一看这个东西 这个探出来用的是动词crain crain就探出去的意思 我们知道crain这个词 做名词是表示鹤的意思 就仙鹤 这是把那些人的脑袋 比上仙鹤的头 伸长着脖子 探出来想看一看 也非常形象 但是仙鹤这个词呢 你说没出现了吗 crain这词有了 你说出现了吗 crain是动词 探出头来 这就是预体扮饮式 若隐若现 也特别有趣味性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he doesn't have an idea of his song he just parrots what other people say 我说这个人呢 根本就完全没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只不过呢 是重复他人说的话而已 他自己没有什么创意 别人说 他跟着说 人云亦云 鹦鹉学舌 你看跟某人模仿 重复别人说的话 用的是动词parrot parrot这个数字动词表示 学某人说话 做名词呢 就是鹦鹉的意思 他把这个人比喻成了鹦鹉 但鹦鹉这个词 你说没有出现吧 这个词本身做名词是鹦鹉啊 你说出现了吧 它本身是动词啊 若隐若现 这是预体扮演式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A heavy sign is blanket room 一个沉重的一团沉默 一团寂静 笼罩了整间屋子 大家可能听到噩耗之后 漠然不语 没有一个人讲话 你看笼罩 它是把这个沉默 鼻声像毯子一样 把整个屋子都盖住了 那毛毯这个词blanket 你说它出现了吗 它本身是动词 你说没有出现了吗 这个blanket做名词 就是毯子 又是若隐若现 这是预体扮演式的 对吧 再比如说 They stormed the speaker with questions 他们劈头盖脸的 像这个演讲者 提了一大堆问题 这个提问题的方式 好像暴风雨一样 劈头盖脸的 哇 雨点啊 冰雹 一顿一股脑就 就全下来了 那比喻成暴风雨了 暴风雨这个词 是用动词形式出现的 若隐若现 你说没有 它也有这动词 你说有的话 它本身并不是名词 这也是预体扮演式的修词 咱们再看看 有一篇直而易的写作范文 在官方评语中 说这个句子特别好 咱们看这个范文中的句子 是不是也出现了 类似的用法 这个句子有一定难度了 是直而易的一篇写作范文 它说 他说我要争辩说 什么呢 尽管呢 我们去学习经典 并且呢 在不同的学科里面 经过一些磨练 这可能是一个 有好处的事情 前面这个it呢 是个形式主义 后面这个to do 到豆豪之间 to do是真正主义 classic表示经典了 去学习经典 并且呢 school表示操练 磨练 受教育的意思 就是在不同学科里面 受的教育 都多了些锻炼 这确实是好处 但是这些追求呢 this pursuit 它仅仅是那么使这个东西提炼了 并且磨力了这么一个能力 哪个能力呢 就是每一个人 可能都会拥有的能力 就是研究人的本性的这样一种能力 这个the ability 是把前面那个anability重复一步 重复一遍 这是个语片纽带 这是个高级的写奏中 常见的一个写法 尤其在长男剧中会出现 这个语片纽带呢 比较难一些 咱们未来在24科 重点剧中会谈到 但是你注意到了吗 这个houn这个词很有趣 这个houn这个词 表示磨力 磨力 但我们看到 就是这里面 其实是把这个锻炼这个能力 比喻成磨刀石的 可以把这么能力磨得更锋利 但是磨刀石这个词没有出现 它是用动词形式出现的 houn做名词是磨刀石 做动词是磨力的意思 又是一个名词动用用法 你说这个预体没有出现吧 也出现了 出现了吧 它还是个动词 不是名词 这就是预体扮演式 就把这个东西研究人的本性 这个东西当作一个磨刀石 可以磨力出更高的水平 更高的能力 这是一个预体扮演式 这是暗语的修词 我们今天对暗语修词 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后文中还会碰到大量的 这种类似的用法 咱们等到时候 咱们相信大家对这种暗语 会有更深入的一些理解 到了最后 我们熟练之后 我们可以轻松的 在自己的文章中 用上一些比较精彩的修词方法 尤其是这个常用的暗语 可以明显给文章增光天才 有可能冲出更高的分数 好 这句话重点就说到这 感谢观看